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2年10月24号星期一 这两天家里的水塔突然没有电 初步检查是控制开关坏掉了 所以我今天去买了一个控制开关回来 这个产牌是雷达的 型号是ST70AB 在我们家附近的五星行 我只能买到这一个产牌 我有上网问一些网友 然后有得到一个不错的答案 但是我那个也没有用过 所以这边也不方便推荐给各位 不过它的浮球是用快速夹的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产牌应该是不错 我目前只能买到这一个产牌 因为用水需求比较大 所以还是要先买一个应急的回来用 那它里面就是一个这个固定座 两个浮球 然后一个开关 就这样子而已 那它这个一样还是一样用绑的 那我收到那个回复它是用快速夹的 所以下一次可能就会换那一种的 在调整水位的高低会比较方便 那它里面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这个还蛮简单的 它这个螺丝是铁的 我考虑要直接将它换成白铁的 那我先把这个拆下来 这个应该蛮简单的啦 拆下来应该就可以换过去了 反正它只是一个固定的螺丝 就这样子 那我就找白铁的把它换过去 那我这边目前没有那么小的 白铁的螺丝跟螺帽 所以还是只能先用着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去拆旧的 那准备了工具 一个老虎钳 一把十字的螺丝起子应该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先去水塔那边 那这是我家的水塔 那是放在楼梯的上面 它这个虽然是白铁的 但是目前看起来 还是有一些生锈的问题 那我们先看一下水塔里面的水 那问题就出在这边 我们要给它拉一下 所以问题应该是出在这一个开关 所以我们要直接把这一个开关换掉 那我们要换这一个开关也很简单 就是先把盖子拔起来 它一样是雷达的耶 70AB的 那不晓得为什么不到一年就坏掉了 哦没关系 我们先把上面这两颗拔起来 那我们直接把这两个线拔下来 我们先给它放到旁边 手不要去碰到去电到就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内石针 把这一颗旧的拔起来 那这一颗我们留着做研究 那我们直接把它拿出来 那我先把这边的线拆掉好了 那我们将旧的拆下来了 那我们这个先留一下 因为等一下比照一下长度下去绑 这个是新的 那我们将新的穿过去 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绑这个浮球 从上面白色这边穿过去 大概比对一下旧的 这个浮球不能绑的 比那个水塔里面那个浮球还要高哦 要不然这样子你的马达会烧掉 这边打一个死结 然后穿到下面这个洞 这边再打一个死结 哦这个比较麻烦啊 做那么久了还没有进步 人家现在都有做那个快速夹的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第二颗也一样 大概比对一下 然后一样在底部这边绑起来 理论上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啦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丢下去 看一下 它对于水塔里面浮球的高度就可以了 那旧的我们就先给它保留吧 接下来就是将 电源线两条接上去而已 接下来把电线用进去这个凹槽 最后我们把盖子盖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修理完成了 那目前装上去它水塔没有声音 代表水位目前是正常的 那我们可以稍微测试一下 哎有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那接下来就是等这几天用水看看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换下来的这一颗 这一个品牌我上网查 它是也算蛮有名的啊 那为什么品质会这么 这一颗我印象中我装不到一年 这一颗已经生锈成这样子了 那这个开关 它的结构上来说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那为什么会拉不下啊 结构蛮简单的啊 就这样子而已啊 就一个开关 它整个都锈掉了 锈到断掉了 说实在的我是建议厂商是可以把这个换成白铁的啦 我们直接把它拆开看看 各位看一下 那里面全部都生锈了 各位可能是生锈的原因卡住的 那整个都生锈了 有没有 螺丝连打要打都打不起来 那这个东西实在是 那我要赶快再买另外一个 厂牌的 不然这一颗应该没多久也一样会坏掉 然后盘网是做白铁的 那其他的东西就是做铁的 螺丝什么的都做铁的 难怪会这样子那么快就坏掉了 这种用水的东西的产品 你既然这样子搞的话 我就觉得 啊有点糟糕啦 怎么会这样子呢 昨天稍微上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 大部分的 异面控制器的设计 大致上都一样 我想这就是目前的现况啦 就是都会使用一些 比较便宜的材料 所以应该是买不到 我认为可以买的材料 所以目前只能够 继续的使用这一种产品 反正这个还要一段时间 它才会生锈的像这样子 所以可以趁这一段时间再慢慢找 找出还不错的产品来使用 以前常听人家说 他家的东西可以用个十几二十年 那我看现在应该都 不太可能了 所以没办法了 那就这样子吧 现在大概知道的问题就是水汽的关系 腹部看了它整体的设计 它就是只有这边是排除水汽的 所以它里面的水一直这样子重复 闷在里面的话 应该会加速它损坏的速度 有看到一款地面开关的设计 它在上面也有做一个通气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 我也可以把这上面钻几个小孔 还有旁边这边钻几个小孔 让它有一个排气的一个孔洞 可以减少它在室内的湿气的累积 看能不能这样子延长这个产品的寿命 目前能想到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先把它钻一个孔 钻坨我先磨一下不太力了 继续钻 因为我这边是在室内的 所以比较不用担心下雨的问题 那如果在室外的我就建议你买另外一款 它的通气设计会比较好的另外一款 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再把它套上去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这一篇雷达ST70AB的 异面控制器简易的维修文章 我就做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